秀琴抱欠钱不还审明一个月首度出面,遭网友抓包进场保养根本超有钱。 秀琴日前被爆料,几欠好友郑女38万不还钱,虽然对方多次催债,但是她却一直都没有回应,最后双方撕破脸,对秀琴寄出存证信函,结果联系三次竟然都被退掉,让郑女欺诈。 据悉秀琴与郑女是多年前在购物频道认识,两人从2017年开始合作卖服饰商品,由秀琴负责直播,郑女却控诉秀琴违反承诺,两人为钱撕破脸,随后她就身云数日,近日终于现身,对于欠债一事经表示。 据Easy Today 星光云报道,郑女出面控诉,三月开始,秀琴已财务出状况,房子控遭查封为由向我借钱,为了帮好友,我只好拿信用卡欲借现金,帮助对方渡过难关。 没想到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,对方还要她清算直播七个月的费用,让她痛批根本欺缘太甚,就连大嫂团的Vicky也看不下去。 当初何秀琴最要好的,大嫂团成员Vicky,曾解她20万元,没想到对方迟迟不还钱,最后开店时,更表示这是Vicky的投资。 然而好友却看新闻的时候才发现,她的店根本就已经收掉了,让大家抄傻眼,她更出面回应其实账目都有在店里,没有刻意隐瞒,让对方气到在脸书发声明打脸,她也自此就人间蒸发,让事情不了了之,近日她被抓包其实私底下。 消失近一个月的秀琴,日前被网友发现,悄悄重开直播就业,在直播中卖锅子,曾经说自己处理不好的她,卖起锅子相当卖力,不过由网友发现,原本有助烟就散了她,竟然声音变得相当清晰,她也透露自己前阵子去懂了声带手术,至于欠债风波如何落幕。 她竟表示,谢谢大家的关心,我们都没事。 再度现身却对债务问题守口如瓶,不少网友痛骂,所以欠的钱什么时候要还,没钱还债却可以动手术。 声带手术一般都要几万元,奶根本超有钱还不还。 不过也有粉丝还夹,她已经在努力赚钱了,相信她之后一定会偿还所有债款的。 对于秀琴动声带手术却没有钱还债,大家怎么看呢? 这年头一人还真难当。 秀琴动声带手术